大家好,今天向大家講講歐洲飛中國的航班要兜路飛,為政治究竟付出多少代價呢? 另外,英國學者羅斯爾說,耶倫訪華顯露出一種中國焦慮症,他又指沒有經濟失速,很難追蹤中國 西方英偉正要求浪費大量資源,而且並不環保 看看歐洲飛中國航班的情況就知道了 例如北京飛德國法蘭克福的航班,內地航空公司只要飛10小時,而德國航空公司就要飛12小時 因為地球是一個球體,北京往返德國最短的航線是直接飛越俄羅斯領空,以虛情北京去法蘭克福的航線為例 穿過俄羅斯之後,飛經愛沙尼亞、波羅的海之後就可以直接進入德國領空 經過俄羅斯領空這條航線飛行距離大約只有8000公里 然而,因為歐盟跟美國制裁俄羅斯,目前俄羅斯領空對德國飛機關閉 需要德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只能走中亞、黑海東歐這條路線 繞飛的距離太遠了,飛行時間直接增加了2小時 從北京至法蘭克福,德國航空公司繞飛12小時 飛機實際飛行距離近1萬公里,例如德國漢沙航空飛北京至法蘭克福只要12小時 目前漢沙航空還使用空中巴士A340型 4台發動機的客機機營,來執飛北京至法蘭克福的航線 目前內地航空無油機價格大約6000多人民幣1噸左右 多兩個小時就要耗費將近20噸的燃油,換算成油價就是12萬元 還不算旅客和空勤人員多花時間成本 對航空公司來說就大大增加了運營成本,與其他航空公司的競爭處於劣勢 而且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自2002年初澳會戰爭開打之後不久 俄斯就已經對德國封閉領空,然後持續了兩年 至於漢沙航空用的舊飛機A340型客機在中國早已退役了 最後一架A340型在2016年退役 從一個側面看到,歐洲航空公司也沒有多少錢去做新投資 但另一方面就要因為政治理由不斷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樣就大大割限了他們的發展 另外想說說,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近日的中國訪問可以說是露底 前輪頓經濟及商業政策處處長,人大從洋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員羅斯爾 將於觀察者網撰文分析美國的中國焦慮症 羅斯爾說,耶倫短短5天的訪問終於撕開美國空洞的宣傳和偽裝 讓人清楚看到中美真正的經濟狀況 圍繞耶倫訪華的嚴肅討論涉及當中的核心問題 實際上就是等於美國承認了 一、中國的關乎世界經濟下一個發展階段的關鍵行業處於領先地位 二、美國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採取能夠令它贏得對中國競爭的措施 羅斯爾說,正如公開披露,耶倫此行的目的是 是要說服在綠色能源產業領域擁有全球壓倒性優勢的中國削減它的產能 中國佔據全球太陽能電池版產業鏈產能的80% 全球風力渦輪機產能的60% 甚至雙煤梯都承認中國的電動汽車和其他電池生產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與此相關,營業三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尤其是中國的電動汽車在全球電動汽車的消量排行榜上處於引領地位 而這個行業以前是由日本、德國等高收入經濟體主導的 當這樣世界各國政府的實際行動都承認 如果要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後果 便必須重建世界能源的供應結構 這個現實正導致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 向可再生能源供應轉型 儘管最終中涉及幾十萬億美元的支出 因此中國成為世界領先的六式能源供應商 世界上改變了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關係 儘管自營三年以來 中國一直穩居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但是之前它的主導地位往往最直接體現起 中等技術或消費品領域 如今中國的生產生產力的發展 意味著中國的產品對其他國家的生產越來越重要 中國商品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生產先進的產品 有鑑於此美學宣稱中國六式產品產能個性 對全球構成威脅的說法顯然是荒謬的 相反六式產品的產能不足 沒有人在必要的時段內完成轉型才對全球構成威脅 正如中國長應部副部長廖文所說的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測算 去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的需求量 將達到4,500萬部 在2002年4.5倍 全球光復新增裝機的需求 將達到820吉瓦 在2002年4倍 當前產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 對新能源產品的潛在巨大需求 但美國無視這個現實 還在批評中國產能個性 事實上 美玉真正擔心的是 在國際貿易當中 自己有越來越多的產品 沒辦法保持價值鏈的高端位置 美國對於全球化的設想是 自己高技術高負價值的產業 佔據主導地位 而包括中國狀態的發展中國家 將擁有中低技術和負價價值產業 相應這樣 美國的生活水準會比較高 而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準會比較低 但現實與美國的預想剛剛相反 在全球化當中 中國正進軍高科技高負價值產業 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相應大幅提高 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美國會越來越 無法跟中國競爭? 羅斯爾提供了兩個答案 第一 美國的幻想自欺欺人 因此 無法準確地分析問題 從而令到它克服這些問題 要美國打破美國霸權和西方傲慢的妄想 在這個心理上是非常困難的 要了解 為什麼美國越來越無法 在平等競爭中擊敗中國 有必要分析經濟基本面 但美國當局目前 無法做到這一點 是因為他們堅持粉飾自身 而這些美化行為就掩蓋了現實 令它無法關注真正的問題所在 例如 認為美國人 在某種程度上 比其他國家更聰明或更有動力的想法 只能再次證明 美國的傲慢 毫無根據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投資不足 自2007年國際金融機爆發以來 至到2021年 全球前25大經濟體 它的淨固定投資和GDP增長之間 呈高度相關性 這些經濟體加上佔全世界GDP的83% 全球25大經濟體的淨固定資產投資 佔GDP的比重 與他們的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 高達驚人的0.89 在現實世界上 存在著近乎完美的相關 即是說 投資佔比越多 GDP增長越多 美國的問題是消費多 投資少 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是中國和印度 他們的淨固定資產投資 佔GDP的比重最高 以東亞國家為例 同樣的過程 解釋了 為何好像韓國那樣 歷史上 比日本窮得多的國家 會這麼快趕上日本 按照當前美元會價計算 2007年韓國人均GDP 即是日本的67% 但到了2002年 這個數字已經達到95% 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 如今韓國人均GDP 實際上已經比日本高出10% 日本淨固定投資佔GDP的比重 已經降至0.1% 非常之低 而韓國這個數字是11.1% 與此相對應的是 在2027年至2021年期間 日本GDP年均增速只有0.2% 而韓國就有2.9% 中國固定淨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 是15.9% 美國同一個比重 只是佔4.3% 這樣已經解釋了 中美兩國增長的差距 反觀消費 中國消費佔GDP的比重 相當低 只是52.8% 但消費年均增速 最高有7.9% 相反 七國集團成員 至於美國消費佔GDP的比重 比較高有83% 但消費的年均增速 就相當低 只有1.8% 羅斯認為 美國與中國爭 只要減少消費 加大投資 但現實上 做不到 可以說是開荒容易 服藥困難 要降低美國居民消費 美國人會大力反對 要降低政府消費 只能從兩大項目入手 第一 軍費 2023年 美國軍費開支 是9950億美元 還未算軍人退休金等其他開支 但已經佔了GDP的3.6% 而美國軍費開支當中 有78%是用於消費 因此 需要減少美國軍費開支 將會為美國的投資 釋放出非常可觀的資源 例如 將美國軍費開支降至 美國北入盟友軍費開支佔GP的比例 即GDP的2% 就會釋放出GDP的1.6% 可以用來投資 將可以大力推動美國的經濟 但 控制美國的軍工綜合體 怎會同意呢? 第二 醫療支出 美國的醫療系統效率極低 美國的私人醫療系統 使用經濟資源的比率很高 結果最糟高 美國GDP的16.7% 用於醫療支出 但是 與發展水平相當的經濟體來比較 德國用於醫療支出 佔GDP只是15.7% 英國只是9.9% 但美國私人醫療系統的效果 就遠不及其他國家 例如 在2019年 美國人的預期壽命 是78.8歲 德國有81.3歲 英國有81.4歲 如果美國將醫療支出降至德國的水平 將會釋放GDP5% 對經濟的推動力更大 所以 減少美國軍快開支 並且 將靠極低的醫療系統合理化 將會很容易消耗出足夠大的資源 來大幅提高美國的投資 從而推動經濟 但羅斯爾的結論是 美國面臨的困境 是不會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之內 進行合理的改革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原諒訪華牽露出美國 深知不救中國競爭的中國招累症 第二 美國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 越來越難與中國競爭 原因並不在於中國 問題是出在美國自己 美國消費過多 投資嚴重不足 第三 美國拒絕 改變他的軍事政策 外交政策 以及他極低效的醫療系統 無論他如何去搞中國 也不能夠提升本身的競爭力 而美國這種競爭法力 正全面蔓延到各種新興產業 另外 在石樓台示範的評論 我講到 以色列總理和德國外長 關門開會 喊大交 他們爭論的是 家手有沒有人道危機 以色列有美國撐 就不會給面德國政客了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 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 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